以韩某当日的修为 多半是难入两位姑娘的发言 原来如此 道友 切莫见怪 没想到一样百余年未见 道友竟然从练器期修炼到了结丹琪 实力还如此高深 就连英灵朔王都难撑敌手 与他相遇时 我已是逐机修为了 价值诸多其欲 苦修不绰 这才有所记忆 此女却在端端百年前 就从练器修到结丹 不是天赋异禀 就是另有其余 韩前辈 既然是熟人 那咱们可得跟他把话说清楚 这英灵朔王留下的法宝 归韩前辈所有 人倒有没意见吧 然后 这些杂兵阴灵留下的灰烬 名为阴灵灰 世间少有 对于辅助凝炼神魂颇有功效 咱们二人可以平分 可惜原姑娘的小猴子 已经吞了好多了 好可惜啊 这可至少损失了百科中的灰烬呢 不丢人 那要是原姑娘不介意 剩下的这些灰烬 小女子就笑纳了 哪有 这些灰烬的灰烬 是真心的灰烬 这个灰烬 好可惜